哎呀 哇塞 啊 兄弟姐妹 大家好 7月2号 7月2号 拜拜了 真快呀 真快呀 这香港25周年 痛苦的日子 已经进入了第二天 又啥过不去了 没啥过不去了 哎呀 这人呐 你说这准备了一国之力啊 准备了 所谓的香港25周年庆祝活动 你那一天 有多伟大呢 啊 过去了 成了全人类的笑话 大家再看看这几天这个 所谓的股票 股市 外汇股市 全世界 都在欺骗 你看看那个股市 好 你看看那个股市 一塌糊涂 都在做呀 都在做局呀 大家看到那个 你们都喜欢的 Global Foundation AMD的空股股东 这阿波大比的也跌了一半 为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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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大家想明白了吗 量子 量算 新的货币时代 数字化时代到来 再给你看看欧洲 你看看日本 你看看美国 一系列的货币 数字化 也就是 区块链数字化的货币时代 到来 谁能挡住 现在欧洲研究 办家研究去 管 彻底管住 不可能 最后第一个是什么 合作 共产党所说的事 叫做疏导 我整不住你了 我疏导你 我收买你 我并购你 我影响你 我身头到你和我一起 所以说兄弟姐妹们 亲爱的 人哪 最可怕的是人云亦云 人家说坏 你也说跟他坏 人家说好 你也好 是个世界上 所有的奴隶 所有的人 和高低之分 贵族之分 贫贱之分 关键的问题 你是否能坚持你自己 能be yourself 还有个 能真正的 变真假实善恶 这是根本的问题 这问题老天爷是绝对公平的 你是否善待别人了 你是否心存善良 你是否公正的对待别人了 老天最后一定拿算盘给你算的 如果你们要是不相信 好好看看世界所有的宗教 都对你是否行过善 心存过善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就是你贪嗔吃蔓淫 五象 不是这样说那个大象的象 是象貌的象 五毒五象 就是你的想法 和毒和坏的那些 那些表现 其实你心里想了 跟你做没啥两样 所以说你一生念起 一生恶念和善念 都是一样的结果 都会跟你算账 不用相信 中国人什么都不信 不信试试 我深信不疑 我经历过看出说我更加深信不疑 你心存了善念 心存了恶念 最终是给你算账了 一定会算账 那共产党就别提了 共产党严格讲就是人间的地狱 真的是惩罚那些不实真假 不变善恶的那些中国人 地狱都装不下了 你看看在香港演的那些戏 你看看香港人的被威胁 明星啊 四大不要脸家族 齐数出席 尽情地表现他们的不要脸 没有良知 香港在酷体 香港的海里不仅是尸体 还是香港人们的眼泪呀 看看当年女王陪着去到香港的时候 身边那些人 最重要的人就是我们的好朋友 Sir David Tan 邓武枪绝食 还有他家人 还有包氏家主 剩下还有几个人 你看现在搞的活动呢 共产党派的那些人 那叫人嘛 人间的鬼呀 那脸的表情丢死人了 这一下子让西方看明白了 原来共产党装强做事 你连香港你都搞不定 你还想搞定美国搞定欧洲 给全世界把麦 玩去吧 你滚秋淡吧 是吧 最基本的常识人家是懂的 只有中国人自吟自嗨 人家是懂就是懂 人家喜就是喜 一会儿说 陆大脑袋是好人 这陆大脑袋是好人 陆大脑袋是个绿帽子低 那绿帽子低 70天内 陆大脑袋就就开始拉直升机 他亲帝 绿帽子低就来了 他绿帽子低就赶回美国嘛 十要言一读灭共 是不是 他灭的共呢 是吧 九指妖 我给你们正义真相金钱 他在哪呢 把钱给了龟头羊了 所以说这人没法弄 好好的个人就把自己毁到这个城 你看看大陆香港 是吧 香港人和台湾人人家和咱大陆人啥不一样 不是长得比咱高 也不是鼻子板长得大 人家知道什么叫善恶 什么叫真假 这是起码的常识 是吧 人家知道什么叫真假 人家知道什么叫善恶 而且人家永远是心存善念 你看看人家对旁边的人 你看对这个社会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在香港 71630看到了世界最荒唐的画面 香港人人家傻嘛 看到你这不完了嘛 就这样的所谓强大的祖国 你对待这样的孩子嘛 就是说九铁地下三层 连门都不敢出 就对着空旷的大厅就那么讲 然后给你们还放狠的话 如果不听话下不怎么着你下不怎么着你 一堆的威胁 你记住这个威胁时间长了以后 就直接就是自己就被威胁了 这是很可怕的很可怕的很可怕 所以说兄弟姐妹们 咱不灭共 咱不想灭共 你行吗 共产党自己都要自己都灭了 何况有咱们这些坚定的战友呢 是吧 咱把这个灭共的这个整个大潮掀起之后 他已经是自动灭共 而且呢全世界都在灭共 这个特别这个素质化时代到来 在欧洲研讨的时候 所有的话题 共产党已经不允许任何数字货币在中国诞生 如果欧洲不搞 那共产党会渗透我们 所以我们要搞 那我们要搞 我们垄断是不可能 那咋办 那就要和商家共存 共产党的独断 垄断 所谓的 让全世界都要去中心化 只有他一个人中心化 他帮了数字货币 而且现在稳定币 全球欧洲世界都在想办法搞稳定币 而且稳定币和KYC后的币 一定守备政府接受 可以我可以现在可以说 全人类没有一家交易所 没有一家储子货币 比习南储KYC再严格再合法 再真实再透明的 这叫什么 这叫先进的思想 这才叫先进的生产力 就咱老信的话说 这叫 指挥 大指挥 用佛家讲的那就是超脱一切的指挥 听了一帮人就是 低伦光低伦光有啥用啊 赵长鹏他会被 无数个国家冲击被抓 最后他被共产党给消灭 N个小投机的人会家破人亡 包括比特币 零 回到零 零 记着我的话 什么以太币扯淡的都是零 为什么 他根本没有记住 大锡还没开始吗 还有烫屏蔽了 你若不相信呐 咱们走着看 你若有本事 别别使烫酸 使喝酸 赏不过了 明天直播戒烟了 天呐 我今天多抽几个 你看我这最臭的 你若有用 我一直听到 我会感觉到 我会感觉到 你若有用 你若有用